1368年 朱元璋基本结束了自原末以来的混乱局面 登基成帝 宣布建立大明王朝 年号洪武 登基后不久 朱元璋外出巡游 坐在富丽堂皇的御驾中 享受着众人的朝拜 然而在只听得到马蹄声的大道之上 一位衣服破烂的老妇人 却不顾官兵的阻拦 冲到了道路中间 大骂朱元璋忘恩负义 朱元璋却下令封你儿子为侯 这位老妇人为何敢直接指责 当朝皇帝忘恩负义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为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朱元璋被骂的故事 这还得从朱元璋早年的经历说起 朱元璋出生在公元1328年 原名朱崇八 元朝末年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 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 自小便受饥寒交迫之苦 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 各种科捐杂税 让朱元璋的家庭举步维艰 这样困顿的日子 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生计 年纪轻轻的朱元璋就开始为自己的雇主放牛 以此糊口 后来 官府的盘剥日益加剧 吃完上顿没下顿的朱元璋一家 实在过不下去了 公元1344年的春天 半个月之内 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先后去世 为了活命 朱元璋只得与大嫂和侄儿分开 孤身一人的朱元璋来到了黄厥寺 朱元璋并非看破红尘 而是为了寺庙当中的一口斋饭 本想在寺庙安稳度日的朱元璋 此时还没有凌云壮志 只想求个温饱 解决吃饭问题 兵荒马乱 让人们不能再安居乐业 大量的灾民也涌入了黄厥寺 由于没了香火 黄厥寺的住持便遣散了众多僧人 朱元璋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游僧 四徒脱拨兴起 当时他只有17岁 朱元璋在四处逃亡的过程之中 思想慢慢有了转变 逐渐渴望成就一番事业 公元1352年正月11日 定远县土豪郭子星起兵 不久后 朱元璋在同乡伙伴汤河的邀请下 参加了当时郭子星领导的 红金军 拿起武器反抗元朝 这正是朱元璋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而他出色的军事才能 也在之后慢慢得到了体现 足智多谋的朱元璋很讲义气 又经常身先士卒 在红金军中的威望就越来越胜 许多红金军们都推举朱元璋作为自己的领袖 都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 郭子星也把洋女马氏嫁给朱元璋 当时郭子星领导的红金军表面上一致对外 可实际上暗流涌动 内部明争案都不断 豪州城中红金军有五个元帅 郭子星一派 孙德牙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 两派之间矛盾重重 孙德牙为了控制整个红金军 甚至还派人绑架郭子星 并想要将其消灭 还好朱元璋及时赶到 将其救下 朱元璋不想参与派其纷争 便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 率领自己的一帮弟兄回乡募兵 在这一帮弟兄之中 有一个人极其特殊 就像是和朱元璋 在一个模子里刻出的孪生兄弟一样 此人名为韩成 是朱元璋的忠心追随者之一 就连韩成也没想到 自己会和朱元璋如此相似 1356年 骁勇善战的朱元璋 率领军队攻占了吉庆路 在攻占吉庆路之后 朱元璋改吉庆路为应天府 此后朱元璋数次发动战争 立下了不少的功绩 不断加官进决 到1361年时 朱元璋已经是吴国公 一同三私 江南等处行中枢省左丞相 而朱元璋前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陈有亮 当初 朱元璋在应天击败了陈有亮的军队 陈有亮对此则是一直如梗在喉 想要出之以平心中的怒火 1363年 红金军发生内乱 朱元璋率军营救小明王 陈有亮趁火打劫 想要把朱元璋置于死地 不料负责守卫此地的朱文正 也就是朱元璋长兄朱星龙的儿子 硬是坚守了85天 7月 朱元璋率20万大军赶回后 在鄱阳湖与陈有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斗 7月21日 徐达帅舰队勇猛冲击 击败陈军前锋 降敌1500人 缴获巨剑一艘 然而朱元璋这边的损失也不小 眼睁睁看着身后的追兵慢慢上前 形势十分危机 陈有亮见此已经开始做起了黄粮美梦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上龙椅的画面 想要斩草除根的陈有亮便下令 只要能除掉朱元璋 便可饶所有人的性命 放他们出去 朱元璋看着这些曾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 一时间很是难过 不忍心他们为自己陪葬 便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换取重将士的一线生机 正当朱元璋准备英勇就义之时 他手下的一位将领韩成挺身而出 韩成随即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还声称 诺大的军队不能失去朱元璋这个主心骨 要是没了朱元璋 陈有亮也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必定会将他们赶尽杀绝 朱元璋深知陈有亮的手段心狠手辣 也知道即便自己结束生命 自己的兄弟也很难保全 于是朱元璋开始动摇了 但他也是左右为难 陈有亮不能轻信 倘若自己活着 兄弟们便一点生还的可能都没了 韩成看着朱元璋无奈的表情 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代替朱元璋 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朱元璋 以及整个大军的一线生机 韩成说道 陈文古之人 有杀身成仁者 陈不敢辞也 陈之帽颇类军 若得军之官服 愿效寄信故事 请以身代 就这样 韩成随即强行脱下朱元璋的衣物 并穿在身上 来到了战船最前端 他对着陈有亮的大军大声呼喊 我就是朱元璋 我愿意结束生命 还请陈有亮放过身后兄弟的性命 随后 韩成便直接抽出了腰间的武器 结束自己生命之后 身体掉落到颇阳湖 尸骨无存 陈有亮看着朱元璋允命之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认为少了朱元璋 应天府就会溃不成军 占领应天 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被胜利冲昏了头的陈有亮 根本没有仔细去查这位朱元璋的身份 就直接相信了 放众人离去 而朱元璋则趁着陈有亮军队掉以轻心之际 赶紧逃顿 重振旗鼓的朱元璋谋划了不少战术 利用火攻和围困 最终令陈有亮元气大伤 四面楚歌的陈有亮想要富于顽抗 甚至想要突围 可是在朱元璋大军的包夹之下 陈有亮最终葬身在鄱阳湖 回顾这段事件便不难发现 韩成当时虽然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但正是因为他的舍生取义 这才为朱元璋换取了一线生机 如果当时韩成不站出来 朱元璋说不定已经葬身于父 明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了 1368年 吴王朱元璋正式登基为皇帝 年号洪武 朱元璋巡视途中出现的那位老妇人 恰好是韩成的母亲 韩成的母亲看到朱元璋功成名就 接受万民的朝拜 而自己那可怜的儿子 却依旧还是默默无闻 在鄱阳湖里连尸骨都不剩 老母亲自然感到极其不平衡 凭什么这样一位万恩负义的人 还能建国称帝 自己唯一的宝贝儿子 为了这样的人而结束生命 实在是不值得 事实上 朱元璋并不是一个不知恩图报的人 更何况是自己忠心耿耿的兄弟 他也知道自己欠韩家一条人命 只是当初朱元璋忙着南征北战 根本来不及悲痛 现实带来强烈的压迫感 使他立马就要做出下一个重大决定 数万人的生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 虽说这是一件大事 但是战场上的生命就如同草芥一样 毫不值钱 每打一次仗几乎都会血流成河 尸骨雷雷 所以朱元璋也就开始淡忘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了 以至于后来论功行赏 朱元璋都把这位韩城兄弟抛诸脑后 直到韩城母亲的出现 朱元璋的脑海中才会想起这个有些眼熟的名字 他才慢慢想起了1363年在鄱阳湖 有一个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兄弟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居然把救命恩人给忘记了 老妇人声泪俱下地向着朱元璋哭诉自己儿子的事迹 朱元璋想着此刻报恩也还为时不晚 对这个老妇人心怀愧疚之心的朱元璋 慢慢浮起了这位痛失爱子的老鱼 决定把他带回皇宫妥善安置 朱元璋当场让人拟职 追封韩城为高阳侯 追其妻为告命夫人 招其子韩锦虎为驸马 并为其家人修建府邸 韩城的母亲得到了朱元璋的后代 一直住在宫中 直到府邸洛城才将其送出皇宫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